欢迎收看7位1号的财经SPECAL 晚上好 我是威明 首先来看股惠行情 中美税务洽谈释出利多消息 加上美国解禁华为 两国有望拉近距离 令亚太股市今天普天统庆 马股下半年首个交易日 不但取得双位数涨幅 更与全天最高点避世 收报1683.62点 全天起了11.49点 不过令吉兑换美元走跌至4.1350令吉 总结上周交投数据 外资持续净买马股 买进了1亿7166万令吉 散户也买了271万令吉 但本地机构继续明显的套利 全中卖出了1亿7437万令吉 接下来有且不内外单元 国库控股宣布任命三名新成员加入董事部 其中包括两名中国知名人士 并且已经从6月26号起生效 这三人分别是 总检察署资讯司司长阿兹安 大马级的腾讯控股高级执行副总裁 兼集团营销和全球品牌主席刘胜义 以及汤商科技创办人兼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 国库控股董事部在今天的会议上 欢迎新成员的加入 董事部也期待继续和主席敦马哈迪密切合作 履行博库控股作为大马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职责 今年4月世界银行预测 我国经济成长可以维持在4.7% 但今天市营把预测下调至4.6% 因为他们认为在中美贸易争端尚未解决 以及大型经济体预料会放缓的情况之下 大马经济成长恐怕会面对动荡 此外世界银行也建议大马 透过积极改革利用政府资金多元化收入 以便减少对石油收入的依赖 并且支撑未来的公共投资项目 接着要告诉你 大马6月PMI再度萎缩 跌至47.8点 创下今年来第三低记录 暗示今年GDP仅增长了4% 而得分50分以下 也意味着我国经济活动处于萎缩阶段 但制造业萎缩现象不只发生在大马 因为6月亚洲PMI显示 区域制造业跌势加剧 越南则是唯一例外PMI走高的国家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